煙草中有尼古丁,尼古丁會令人上癮,香煙也含有其他帶味道的材料。 事實上,煙草和煙霧已被證實有超過4000種化學物質,而莊中的60種已經被證實會致癌。 無煙及咀嚼性的煙草含有最少3000種化學物,如果將一小撮咀嚼煙草含口內30分鐘,就會釋放出相等於3至4支香煙的尼古丁。 我現在和大家看看市面有售賣的煙草和它們的種類,首先是大家很熟悉的香煙。 當一支香煙沒有淚咀的果頭燃燒的時候,煙草就同時燃燒,釋出來的煙霧就被吸引。 另一個常見的煙草叫做比迪,比迪。 這個一般是很幼眉的日度香煙,用薄薄的楊子晶草包著的煙草,再用有顏色的繩綁著。 這種煙沒有淚咀,比普通香煙含有更多的尼古丁。 另一個例子是水煙,又叫薄薄。 煙草是水煙洞裡面帶有水果味道,用煤加鹽。 這樣釋出來的煙通過煙筒被水冷卻,然後才吸食。 現在我們來看看關於使用尼古丁的一些謀論。 有些人說吸煙可以令人精神鬆弛,事實上香煙不會令你鬆弛。 尼古丁是一種興奮劑,使身體功能加快,特別是心跳率。 另一個方物是吸水煙給香煙安全。 其實水煙不會給香煙安全,剛剛相反,風險可能更高。 因為水煙比水冷卻後,能夠更深入吸膚蝕,而且可以更長時間地留住。 有人說,咀嚼煙草可以幫助消化。 其實咀嚼煙草會令胃液增加,而引致胃酸增加,導致胃壁受腐蝕。 我們應該絕對了解任何煙草都是有害的。 為什麼還要吸煙呢? 很多人經常說吸煙可以減壓,覺得煙草可以幫他們思想、鬆弛和更有效率, 加強、減低壓力,也可以給他們自信心的假象。 由於煙草本身有上癮的特徵,又能夠帶來滿足感,因此很難解脫。 年輕人開始吸煙其中一個常見的原因就是憑貝壓力。 他們想嘗試,又想做憑貝都同樣做的事。 現在讓我們看看戒煙的事,首先盡可能不要養成吸煙或咀嚼煙草的習慣。 如果你自己要戒煙,你應該在戒煙日開始就完全停止吸煙。 戒煙組織會幫你踏出戒煙的重要一步。 你會獲得支持和建議。 記住,當你一停止吸煙或咀嚼煙草之後,你的健康就會馬上獲得改善。 你定期去看牙醫,就能得到保證。 你可以在螢幕上找到聯絡電話和網址,可以獲取更多資料。 我去看牙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